夾風機不用看 按下去就出貨了 是不是? 簡單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re 我是Nicole 很久沒來過Lanco 我們今天來挑戰一下這個日本機 之前去台灣就夾得太多台灣了 現在很掛念日本的商品 夾得太多台灣是甚麼? 今天我們來到將軍澳的分店 我們也是第一次來的 沒錯 偶爾也要來巡視業務一下 看看它的運作環境 看看它有甚麼公仔 如果公仔太多的話 當然是讓我們拿回一兩個酒 不要塞滿了 妨礙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立刻挑戰 看看今天夾甚麼公仔 出發 GO 我們今天要挑戰這隻旅行青蛙 旅行青蛙其實都熱了很久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 這麼大的公仔的旅行青蛙 下次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真的可以帶著它一起走 立刻挑戰給大家看 現在暫時要整隻夾它 轉頭 因為我看到剛才有人插他的手 穿進洞裡 但是當然要它不要反轉了 要它四腳朝天的時候才做到這個動作 那現在就糟糕了 現在就反轉了有點難夾 由於玩慣了這個台灣機 現在夾這個日本機有點不習慣 因為它動得太慢了 平時? 我現在玩了五次了 那旅行青蛙夾不到就我們來試試吧 好不習慣夾這個 糟糟糕了 夾到台灣了 我不會走回那個位置 先試一下插他的手手 哎呀 不滿位了 喂喂喂喂喂喂 喂 奶 Nic 要把它先按下來 奶 escuch 剛剛經過看到有人玩正不玩 呃 不是好多的 可能玩了一半大 但是好像也不是 kinds容易玩的 所以它應該就果斷放棄了 NICOLE說見到有雞汁 那就沒理由撿輸了 那就不知道她用多少次才夾到這隻卡比的鎖筍 真的太久沒玩了 我已經不會玩日本機了 之後日本機還是留給力兔玩 我還是去玩台灣機 再一次 如果不行就給力兔了 好 還是那句 出貨的技巧 留給力高 剛才積完就有一點點提示給我們 她說這些左右動的 即是左和右每邊有一個環 你插到正中間其實是最大力的 就比你推最邊邊 你又是中間的 出了一點點 今天的挑戰就是一定要夾到她才玩得走 否則不可以回家 那這樣就對了 對了剛剛去 真的準備有了 你出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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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再沒有呢 我就真的要投何自盡了 這個樣子 海底騎兵 嘩 嘩 大哥你這樣也不掉下來 如果我在台灣 我用了暗黑技 夾娃娃 很簡單的 不用看她也出貨 夾娃娃不用看 按下去她就出貨 對嗎 對嗎 經過一番苦戰之後 我們就回來了 嘩你看看 LICO變成了卡比秀 知道代表什麼 是一樣都是這麼胖嗎 好 好了 嘩 剛才真的很恐怖 我想說 簡直就好像我們第一次去Lanco夾的時候 唐老鴨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用了 用了很多很多錢 用了超過三百元 去夾這隻卡比秀出來 好不開心 我覺得我今天的狀態 真的有點差 好差 非常差 我們兩個狀態都很差 沒錯 不要緊 我們現在pick up 下次就記得怎樣夾 下次搶有幾隻公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就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然後就會收到最新的資訊 嘩 我發現原來Youtuber說話說得那麼快 不是那麼簡單 下次我也要繼續練習一下 急口令 好 我們下段影片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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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